威姑娘,今天跟波波到山丘上采樱桃 这里的樱桃非常有名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很远吗? 我们等一下要穿过这片迷雾森林 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樱桃 希望我们等一下不会走散 不要走远,要一直跟在我旁边 你知道吗?有人说怪物女巫住在这座森林里 真的吗?我没有听说过 对呀,我听说它是一个可以用魔法假扮成任何人的邪恶女巫哦 波波,不要别人说什么你都相信 威姑娘跟波波成功穿过迷雾森林 来到重满樱桃的山丘上 它们的篮子里都装了满满的樱桃 嗯,真的好好吃哦 还好我们今天有过来 感觉这些就够了 我们赶在天黑之前回家吧 屋怎么好像变浓了 就在灰姑娘跟波波穿梭在迷雾之中时 邪恶的怪物女巫正在旁边看着她们 她是谁?声音听起来好耳熟 哦,对了,她是那座城堡的公主 假扮她溜进去的话,城堡里的所有黄金就都是我的了 这样我就会变成全世界最有钱的女巫 哈哈哈哈 灰姑娘,你在哪里? 糟糕,我找不到她了 灰姑娘也因为看不到波波 大声呼喊她的名字 伯伯,你在哪里? 伯伯,我好像迷路了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突然有一位富人驾着一辆马车出现 你是不是迷路了? 快点上马车吧,我带你离开这里 谢谢你 但我得先找到我的兔子才能走 没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还有一段路要赶呢 放我走,邪恶的女巫 你要带我去哪里 波波终于成功走出了森林 希望灰姑娘也能找到路离开 如果她没有出来,我就要回城堡找人来了 灰姑娘 灰姑娘 你在哪里? 怪物女巫 怪物女巫把灰姑娘带到她在森林里的洞穴 你要对我做什么?快放我走! 你不要再乱叫了 很快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什么? 你变成我了,怎么会这样? 我要取代你当公主,傻女孩 为什么? 因为只要消灭掉王子,整个王国就会是我的了 哈哈哈 不可以,你不能这么做 谁能阻止我呢? 哈哈哈 好好看着她,不要让她跑了 我们晚点见 灰姑娘先跟你道别咯 灰姑娘还没有回到城堡 我得告诉其他人这件事 就在波波失去希望的时候 灰姑娘回来了,开放了 灰姑娘,你走出森林了 我真的好担心你哦 肮脏的兔子,不要挡我的路 你说什么?你在生我的气吗? 我没有心情跟你吵,快闪一边去 太奇怪了,灰姑娘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不懂,怎么会这样 希望不是我在想的那件事 糟了,回到城堡的不是灰姑娘 是那个会变身的邪恶女巫 我得赶快去跟王子说这件事才行 等一下,我记得王子刚好去隔壁国家拜访了 他现在不在城堡里 但是没有时间等他回来了 我要赶快去救灰姑娘 亲爱的朋友,我需要你的帮忙 你一定知道女巫住在哪里吧 拜托你带我去 灰姑娘被关在那里 我得想个办法 从怪物守卫身上拿到钥匙 波波思考了一下 想到一个超棒的计划 那只怪物把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 马上就会睡着了 接着,乌鸦引开怪物守卫的注意力 波波 小声一点 喂姑娘,你可以出来了 我们得赶快回去城堡 怪物女巫打算对王子下手 这时候,女巫正在迎接 从隔壁国家回来的王子 亲爱的王子 这些是我为你准备的大餐 看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 谢谢你,灰姑娘 你很快就要一觉不起了 真可爱 我还另外帮你准备了这杯苹果汁 王子,你快喝喝看 亲爱的王子,绝对不能喝下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有两个灰姑娘 那个灰姑娘是假的 是怪物女巫 怪物女巫 这是什么情况 她才是那个假冒公主的人 不要听兔子乱说 求求你王子 不要相信她 她是假的 她打算害你 好吧 我想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找到答案 亲爱的老公,是什么方法 你喝下这杯准备给我的果汁 这个吗 可是,我 你喝下去就能知道谁是真的灰姑娘了 女巫当然不敢喝下那杯她下了毒的果汁 不要 我绝对不喝 她要逃走了 快点挡住她 小魏 快抓住她 放开我 快放开我 最终 女巫被抓住关起来了 王子也给了勇敢的波波奖赏 波波 你是一个大英雄 真的非常谢谢你 太好了 我得到了一片红萝卜甜呢 灰姑娘非常喜欢古董 这天她带着波波一起来到小镇的古董店 这间店真的好好逛 你不觉得吗 波波 这里有好多艺术品 灰姑娘发现店里有一个雕花的珍珠音乐盒 这个音乐盒好漂亮 音乐也好好听 你不觉得吗 是啊 而且她还会跳舞 太可爱了 她停下来了 谁音乐播完了吧 应该是吧 快放回去 摔坏就糟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 有人在哭吗 是从盒子里传出来的 哦 怎么了 是你在哭吗 对 是我在哭 她是活的耶 还会说话 你们感觉是好人 可以帮我买下来 帮帮我吗 好啊 我可以买 古董店的老板说这个音乐盒非常值钱 所以开了一个很高的价格 没问题 十个金币给你 我要买音乐盒 灰姑娘买下有陶瓷娃娃的音乐盒 然后离开了店里 不知道她是谁耶 看她还有什么话想说吧 是啊 我真的好好奇 快点 把盒子打开 你好 请问你是谁呢 刚才为什么哭 我是冰雪王国最厉害的歌手 我被白雪皇后关在这个音乐盒里 冰雪王国 跟白雪皇后吗 哇 我的天哪 是白雪皇后把你关在音乐盒吗 为什么 我本来要嫁给冰雪王国的王子 这让白雪皇后非常的生气 王子被她变成一座冰雕雕像 而我被关在这个音乐盒里 嗯 但是 为什么你们结婚 让白雪皇后这么生气啊 因为她想嫁给王子 这样就能同时当冰雪王国 和白雪王国的皇后 这王后真是太邪恶了 这个吗 一定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你吧 的确有方法 如果我在王子的雕像旁边唱歌 冰块就会融化 一旦王子碰到音乐盒 就能马上破除皇后的魔咒 我跟她求情过很多次 但她不愿意理我 拜托你解除咒语 求求你 才不要 你就在其他王国 当个陶瓷娃娃 继续唱歌吧 总有一天 一定会有人把你摔破的 他把我卖给一个小贩 我一直在各个王国来来去去 最后来到这间古董店 灰姑娘跟波波 替这个女孩感到难过 所以决定要帮助她 他们穿上冬天玉寒的衣服 出发前往白雪皇后的城堡 这里就是白雪皇后的城堡 进去吧 波波 我们要非常小心 别让我摔到地上 破掉的话我就无法变回人形了 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非常小心的 城堡里好冷 必须要很小心 白雪皇后可能就在附近 你们看 这里有个房间 可怜的动物们 都变成雕像了 可是王子不在这里 他被放在楼上了 波波 我们上去吧 救命 我要倒下去了 不要担心 我抓到你了 谢谢宁慧姑娘 王子在这里 我们靠近一点吧 糟了 白雪皇后来了 哟 看看这是谁 来了一位贵宾啊 你们好大的胆子 敢闯进我的城堡 到底想要做什么 你不要挡路 快一点放王子走 没想到陶瓷娃娃也在这里 看来你们是想来救王子 这惹恶了白雪皇后 马上施展魔法攻击灰姑娘 波波波快接触 这是你自找的 哈哈哈哈 乖乖给我过来 很好 非常听话 快放开我 我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呢 你想不想成为我的收藏品之一啊 白雪皇后 你听着 快点放开我的朋友 这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你很快就能看到了 接招吧 不快点 糟了 希望你一路顺风 我们得快一点救出王子 怪你上场了 陶瓷娃娃 他们走向王子的时候 陶瓷娃娃开始唱起了歌 哇 太好了 冰块真的开始融化了 王子恢复正常以后 陶瓷娃娃娃就能够从音乐盒里被放出来了 太好了 成功破除魔咒了 你看 那些动物们也都恢复正常了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你们真是好人 我们必须趁白雪皇后醒来之前 快一点离开 快走 白雪皇后醒来的时候 发现灰姑娘跟她的朋友们 正准备离开城堡 你们全都别想逃走 我一定要毁了你们 动作快 快跑啊 还好他们顺利逃走 留白雪皇后一人在城堡生气 乐佩公主摆脱邪恶的女巫之后 嫁给了哈利王子 两个人在城堡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是 女巫在哈利王子抢走乐佩公主之后 还是没有死心 我得想个办法把乐佩抢回来 她是我的 于是女巫想出了一个计划 做好了 现在就等着乐佩吃掉这颗有毒的苹果了 女巫假扮成老太太前往乐佩公主的城堡 她很顺利就骗过门口的守卫 进入了城堡 这是我为乐佩公主 种在我家果园里的美味苹果 我想要亲自送给乐佩公主 这个时候乐佩公主在城堡的花园里散步 花园里盛开的花让她非常开心 这些花真是太漂亮了 而且闻起来也好香 您好啊 我亲爱的公主殿下 你好啊 请问你是谁 我只是个住在镇上的老太太 这些是我种了要给您的苹果 请您收下 哦 还特地送来给我 真是太谢谢您了 女巫拿出那颗下了毒药的苹果 想要乐佩马上吃一口 我的苹果味道很特别 公主殿下您吃吃看吧 您会喜欢的 真的吗 好啊 我来尝尝看 乐佩公主咬下苹果之后 马上就昏倒了 而且突然变成隐形人 哈哈哈哈 这样我就可以在大仗面前 带你离开城堡了 女巫就这样轻轻松松 把乐佩公主带走了 乐佩公主被带到女巫非常遥远 在山上的房子 脚还被绑上了铁链 发生什么事 我在哪里 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这里 谁叫你要嫁给哈利王子 这就是你的报应 什么 怎么又是你 拜托你放我走 再一次放你走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是我的 女巫每天在出门之前 都会逼乐佩公主喝下她自己制作的隐形药水 赶快喝下去 这样在我回来之前就没人看得见你了 也找不到你 乐佩公主靠着窗边大哭 这时她听到外面有歌声传来 我看不见你 但你的哭声让我心痛 你是谁呢 神秘的女孩 我是乐佩公主 你是谁 我是小嫖虫 我是会自弹吉他自唱的歌手 拜托你帮帮我 我被女巫关在这里了 没问题 但为什么我看不到你 因为女巫每天都逼我喝一种隐形药水 这样才不会有其他人看到我 可是看不到你很难帮忙 女巫的各种药水就放在桌上 但我被绑住了 你能帮我调配吗 这样的话我帮得上吗 小嫖虫马上飞进了女巫家 哇哦是黑莓耶 太棒了 小嫖虫把黑莓跟药水混在一起 接着把新的药水倒进瓶子里 姐要做好了 你不会再隐形了 第二天 女巫离开家之前 她又逼乐佩公主喝下药水 赶快隐形吧 可爱的公主 给我喝下药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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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女巫认为乐佩公主会像前几天一样马上隐形 没确认就出门了 小瓢虫,你在哪里? 你不是要帮我逃出这里吗? 在这里,我现在看得见你了 多亏有你,喝下药水也不会隐形了 但是,我要怎么摆脱脚流才好 我知道女巫把钥匙放在哪里 真的吗? 没错,我去拿过来给你 小瓢虫再次进入女巫家 直接爬上了厨房的橱柜 就在这里,太棒了 打开了,你现在已经自由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但是这里是哪里,我要怎么从这里回家 嗯,好问题,我还没想到这一点 你住在哪里呢? 我住在城堡里,哈利王子的那座城堡 哦,哇哦,你住的地方真远 你不可能 自己一个人走回去 可是我一定得回去,有别的方法吗? 我还真的有一个办法 怎么做? 你跟我来 小瓢虫带着乐佩公主来到女巫家后面的骨仓 就是她,只有她有办法带你回家 是独角兽,真是太漂亮了 小瓢虫告诉乐佩公主,女巫都会欺负独角兽,逼她做一些粗重的工作 这只可怜的独角兽,也想逃离女巫的控制 只有你有办法解开这绳结 女巫真的很邪恶,你叫我出去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 我会叫你出来的 这个绳结打得真净 要不要试试看旁边那只斧头呢 等等 好了,你自由了 走吧,趁女巫回来之前,我们快点逃走 我可以先载你回家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邪恶的女巫出现了 站住,你们两个以为真的可以逃走吗 啊,谁绑倒我的 哦,好痛啊,你会付出代价的 没有人可以逃得了 女巫要过来了,我们赶快逃走 你们不可以逃走 等等,站住 等等,不许走 准备要逃出女巫家的时候 乐佩公主向小瓢虫说了谢谢 乐佩公主骑着独角兽往城堡出发 哈利王子这几天都很担心乐佩公主 看到她回来,王子非常开心 而乐佩公主舍不得放独角兽走 哦,你愿意留下来吗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谢谢你,公主 我愿意留下来 这对战友就这样在城堡里 过着开心的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 在皇宫里开心过生活的乐佩公主 正在花园里跟她的独角兽散步 我亲爱的独角兽 来帮你取一个名字怎么样啊 好啊,我一直想要个名字 你想帮我取什么名字 你从女巫手上救了我 就叫英雄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很适合我 这个名字好棒啊 今天天气很好 要不要出去兜风一下 好主意耶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乐佩公主跟英雄走着走着 来到了一片草原 这里好漂亮哦 你闻到春天她有的花香了吗 有 但是天上有几片乌云 感觉就要下雨了 她说对了 没多久就下雨了 但这没有影响乐佩公主的好心情 下雨也没关系 春天偶尔淋雨不是件坏事 雨的确一下就停了 太阳再次露脸 接着出现了让乐佩公主很开心的景色 英雄你看到了吗 那道彩虹真是太漂亮了 看到了 真的好漂亮 哦 我好想穿过那道彩虹哦 我们可以试试看 抓紧了 英雄载着乐佩公主向前快跑 他们顺利地穿过了彩虹 接着四周突然变得不一样了 哇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们在哪里 这里一定就是精灵的彩虹国度 其他独角兽前辈跟我说过这件事 怎么这里的人看起来都一脸难过呢 而且还有人在哭 他们怎么了 问问看那个老先生 不好意思 大家看起来都很伤心 请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很难过 我们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你不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精灵长老告诉乐佩公主 是因为女巫下了魔咒 把他们心爱的公主 变成长春藤了 如果不赶快解开咒语 公主这辈子就变不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镇上的大家 看起来会这么伤心的缘故 我真为你们感到难过 请问公主在哪里 也许我可以帮得上吗 跟我来吧 精灵长老带着乐佩公主跟英雄 来到一间爬满长春藤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的公主 她叫流泪长春藤 因为她的眼泪没停下来过 你们问过或找过 可以解开咒语的方法了吗 精灵长老解释 必须要用女巫的水晶球 才能解开这个魔咒 只要用水晶球反射阳光在这颗长春藤上 就可以解开魔咒 我们的公主也会恢复原本的样子 英雄 我们去找那颗水晶球 把它带来解开魔咒 好啊 我们一起去吧 不能让女巫一直到处做坏事 精灵长老很高兴听到他们这么说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我知道一些咒语可以保护你们不被女巫下咒 你是巫师吗 没错 我是一个会魔法的巫师 但只有一个人没办法对抗女巫 因为我年纪太大了 那我们一起去吧 他们一起骑着英雄 出发前往女巫的城堡 但他们不知道邪恶的女巫 早就在监视他们了 这些人胆子真大 竟敢踏进我的暗黑国度 到了女巫的城堡 精灵长老给了乐佩公主一面镜子 我在镜子上施了魔法 它能保护你不被女巫救于攻击 英雄 你在外面等我们出来 你一定要小心点哦 竟然还敢踏进我的城堡 这是你们自找的 我愿意奉陪 啊 有蝙蝠 这一定是女巫给我们的见面礼 看我用这些魔法粉把他们赶走 赶快去主塔那边吧 水晶球就在那里 走吧 乐佩公主跟精灵长老走向石头阶梯 好大的胆子 想偷走我的水晶球 好啊 我们来玩玩吧 精灵长老 小心点 我抓住你了 试着爬上来吧 谢谢 你真是勇敢 女巫直接出现在乐佩公主眼前 变身成一只可怕的喷火恐龙 我要把你们烧个精光 快点拿镜子 走啦 我烧到自己了 动作快 去拿水晶球 就在那里 乐佩公主马上跑过去拿起了水晶球 成功了 可以离开了 精灵长老跟乐佩公主快速地走出城堡 英雄也已经在外面准备好带他们离开 水晶球到手了 你们真棒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你哪里都不准去 给我回来 你放开我 快帮帮我 这是你自找的女巫 看我的 做得好英雄 我们赶快离开 等着瞧 别想逃走 我会毁了你们 他们不理会女巫的威胁 而是快速地逃离现场 带着水晶球回到精灵的彩虹国度 终于可以让公主变回原本的样子了 太棒了 真的有用 精灵公主从长春藤慢慢地变回原本漂亮的样子 但却发生了奇怪的事 好嘞 女巫的水晶球破掉了 这样女巫再也不能对人下证了 公主终于回来了 好开心啊 英雄 你看 精灵公主真的好漂亮哦 精灵们围绕着他们的公主欢呼 耶 公主欢迎欢迎欢迎 如果没有你的勇气 公主不可能恢复原样 真是太感谢你了 精灵长老告诉精灵公主事情的经过 精灵公主也非常感谢乐佩公主跟英雄 真的很高兴可以解开女巫的咒语 很高兴可以认识你们 再见 乐佩公主跟英雄踏上回家的旅程 很高兴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很棒的事 我 Could you come down to the right to the bottom of the road 可适呢 我 Yi XII 你终于在人上 我不是这样的闻车感觉吗 我喂我 你自己终于行中的课程 我已经追求你了